小丑过来了 肯定在我后面 躲一下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炮星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恐怖公园 上期我们是在那个恶心的地方拿到了这个螺丝刀 然后在图书馆那个手电筒的地方发现旁边有个通风管道 需要用螺丝刀来拧开 真是天助我也呀 咱们赶紧出发吧 先瞅一眼菊花 炮星被那个小丑搞出阴影来了 就在前面 终于有一个狭窄的地方给我一点安全感喽 来拿出我们的螺丝刀 螺丝刀螺丝刀 帮你起来地板 炮星上的好不好听啊 这么黑啊 不过小丑不可能在里面啊 这地方只有我装的进来 哎呦 这个光把我吓一跳啊 等一下有脚步 在外面啊 不过这个房间好像比较安全 有没有东西啊 钥匙 库房钥匙 库房好像我还没去过呀 一会咱们找一下吧 应该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这个灯要搞事情啊 我发现每次我剪那个钥匙或者什么物品的时候 这个灯就在闪 明显是故意的 啊 啊 你咋没有要死啊 想打死我啊 吓死我了 这怎么个迷宫似的 刚才那边好像有个热气呀 应该是什么管道泄露了 终于看到个门了 让你待一会 啊 还是光能给人安全感呀 这房间里面也有个东西 铁链 还有吗 换灯片 等等 心跳加重 小丑过来了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看怎么看滚 哎呀 真滚啊 真听话呀 哈哈 那我也要滚咯 啊 我也要走了 这房间里应该没有什么别的线索了 听一下声音 应该走了 不错不错啊 这一次小丑非常听话啊 那接着要干嘛呢 来想一下 往这边走一走看看 主要是粉丝提供的攻略太少了 而且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真的怕我心头有点大呀 哎小丑过来了 肯定在我后面 躲一下 我天哪 差一点点就被抓了呀 他就贴着我屁股后面的 真是跟屁虫 蛮溜的 赶紧走 我要憋死了 哎这小手啊 挺讲究的 这道随手关门 好的 咱们打开这个门嘛 看看是不是地库啊 nice 库房 怎么感觉这么厌熟 哎 我得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呀 你老别生气呀 哎呀 兄弟们 我啥时候能有武器呀 我直接崩死他 这三期 简直是被他骑在头上拉屎 我压根没还手的余地呀 粉丝跟我讲 到后期会有一把枪给我 哪里有枪啊 我连个破棍子都没有 那咱们出去转转吧 呼吸一下这美丽的 沙尘暴 哈哈哈 我感觉空中全都是沙子呀 又到了这个恶心的地方 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撿了 哎 这在发光 是不是可以触发机关啊 锁链 哎可以 为啥没有启动啊 嗯 他怎么又出来了 你好烦啊 快走快走快走 车轮底下躲下 我这是脑瓜子嗡嗡的 出来你也抓我 这小丑跑步姿势 怎么个大傻子一样 你还 啊 我不行了 这大傻子老是针对我呀 看来今晚又要做梦了 让我再看看 还有什么地方被我们遗漏的 哎 这里有个摊子 我记得我们拿了一个 食品摊钥匙对吧 应该没错 有一把锁 打开一下 芝麻开门 好像是一块肉啊 或者一片肉 哦 看到我都饿了 我都想吃了 那这块肉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不会是给我们自己吃的 难道是给小丑吃的 我才不给你呢 我喂狗都不给你吃 这有狗啊 我想这是为了喂狗 狗狗吃吧 不要咬我啊 端吃肉不行 还下料 我上哪给你整料去啊 你把我吃了得了 别叫了 吵死了 为你吃肉可以 但是你要帮我咬小丑 咬死他 好的 那咱们这期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欢跑新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跑行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